今天第一天在EFORA比赛 对于场上的情况 今天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天比赛还是观众都做很多 做基本做慢 氛围非常好 我觉得这场球一直打得比较辛苦 打了三局 可能要打得不好 还是不够耐心 今天有很多的感觉 所以感觉很好的感觉 感觉很好的感觉 今天感觉很难 今天感觉很难 尤其是第二天 因为我没有在担心 每个人都在担心 我感觉每个人都 都不放弃吧 就不去 因为每个时候都打得开速 会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 然后也有很多的 踪向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在这些关键点上 这些关键点上 做得比较稍微好一些 好 今天 今天 我感觉到 这些关键点上 比较稍微好 所以 如果我感觉到 这些关键点上 应该能够成功 我感觉到 你今天 有什么目标 还是一场一场来了 然后 这场也是 赢得非常不容易 然后希望 好好统统 然后尽于在后面 能够有更多 这个进步的空间 他们还没有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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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在这些关键点上 他们必须要学习 做准备的 谢谢 谢谢